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 无论是操作军用还是民用飞机 其飞行员都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训练程序 而在这期间 必不可少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教练机 今天就为各位介绍一下 现今7款高级教练机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7 L39信天翁高级教练机 此型教练机是由捷克沃多乔迪航空公司所研制 以基础型为例 整体机长是12.13米 翼展9.46米 极限航速为0.62马赫 最远航程为1800公里 作为一款被广泛使用的教练机和轻型攻击机 L39的布局类似于1976年首飞的MB339 截至今日 仍有许多L39在前东方集团国家中服役 在整体设计上 L39使用了轻微后略的悬臂式下单翼 双T型翼形 机翼后援使用了双凤金翼和配重负翼 轮砂和减速板都由液压系统控制 并且采用了电气液压助力系统 机身内装着一台推力16.87千牛的 苏质AI25TL双转子涡轮风扇发动机 由于其易拆卸的设计 使得这款发动机可以在三小时内完成更换 飞机的机身上也设计了许多便于拆卸的检修口 肩长的铝制机鼻后方是L39的座舱 采用了串列双座设计 其中后方座位略比前方高 两个座位均安装了VSBI型弹射座椅 基础的教练机型并没有配置任何武器 但是其机翼下方两个挂架 可以挂载训练用的武器或者是附油箱 攻击机型设置有四个外挂点 用来挂载对地攻击武器 现如今此型教练机已经停产 并且由新型的L159取代 TOP6 英式高级教练机 此型教练机是由英国的霍克西德利公司所研发 以基础型为例 整机机长是11.86米 翼展9.39米 极限飞行速度大约是0.85马赫 最远航程2430公里 在机体设计方面 英式采用了全金属格框 长横结构是一种单发串列双座下单翼布局的飞机 英式采用的传统的全金属半硬壳式结构 制造材料大部分是铝合金 采用少量的铭合金减重 在机体的基附和翼下 拥有五个外挂物的硬点 机翼内侧挂架可以挂训练弹 SNEB火箭槽 在射击训练时 英式的基附可以安装一个机炮吊舱 前低后高布置的座椅 使得后座教练也有很好的前方视野 在2003年 英国采用了全新的英式128 来补充现有的英式T1 1A机队 此外 另一个经典型号便是 以美国海军要求改装的T45A苍蝇 TOP5 TBE-5A永英高级教练机 此型教练机是由台湾 汉祥航空公司所研制 整体机长13.7米 翼展9米 极限航速0.83马赫 最远航程1350公里 在整体设计上 永英以FCK-1战斗机为基础发展 外形承袭了FCK-1D双座型的低阻力 以及高公角的气动力特性 两者外观虽然相近 但是永英全机有着超过80%的更新 而且结构也经过了重新设计布局 并且将全机复合材料使用比率提高到了30% 以减轻机体重量 提升飞行性能 以及有助于机体使用寿命的延长 且相关技术在最近3到4年才得以习得 因此部分技术比FCK-1更加先进 并且为了配合高轿机的需求 永英改变了原本FCK-1的机翼抛面设计 将机翼厚度由4%增加到5% 并且增加了低速飞行的稳定性 可使准飞观迅速掌握基本的飞行技术 与军机飞行员基本作战能力 此外永英教练机 除了导入全玻璃驾驶舱之外 其飞操软件机电整合的机构 都可以采用边程化调校模式 能够模拟不同机种的飞行特性与战术特性 因此可以结合空军部训机的需求 TOP4 M346高级教练机 该型教练机是由意大利阿莱尼亚马基公司所研制 整体机长11.46米 翼展9.72米 极限航速为0.86马赫 最远航程为2074公里 在机体设计上 M346机身采用了大边条设计 有效地利用了非定长窝生力 而其机翼上安装了大面积的前缘机动机翼 其翼根处安装了独特的大面积翼刀 这种设计可以延缓边条翼脱出涡流的破裂 从而有效地提升了飞机的生力特性和大营角飞行性能 有效地模拟了第五代战斗机的可控大营角飞行特性 机体结构大范围地使用了高性能合金材料和碳纤维复合材料 使其空机结构重量被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此外还宣称M346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代高级教练机 这意味着它可以为F35等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训练飞行员 Top3 T50精英高级教练机 此款教练机是韩国最新一型超音速喷气式教练机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韩国航空工业公司联合研制 整体机长是13.14米翼展9.17米 极限航速为1.5马赫 最远航程为1851公里 在整体设计上 T50教练机整体构型设计是以美国的F16战损战斗机为基础 但重量和尺寸分别为后者的70%和80% 结构及次系统有70%到80%的共通性 座舱为纵列双座设计 其教练机型的T50未配备射控雷达 但攻击机型的A50 加装有一具洛克希德公司的 ANAPG-476脉冲多普勒X波段多摩式雷达 此外曾经与韩国邀请台湾汉翔航空工业工程人员 协助风动测试及顾问工作 再加上与美国合作公司相同 所以T50精英教演机与FCK-1经国号战斗机外形类似 因此也被台湾网友戏称为 经国号高级山寨机或者是韦国号 TOP2 雅克130高级教练机 此型教练机是俄罗斯科夫列夫设计局最新推出的高级教练机 整体机长是11.46米 翼展是9.84米 极限飞行速度为0.87马赫 最大航程2100公里 在机体结构方面 雅克130采用了中单翼的常规布局 并且采用后掠翼翼和全动水平尾翼 有可以收放前三点起落架 能在小型土质机场起降 具有优良的气动外形和先进的机载电子设备 拥有安全系数较高 使用寿命较长的优点 既可以用于培训苏30米格29驾驶员 也可以担负着多种类型欧美战斗机驾驶员的训练任务 在动力系统上配置有两台AN-222-25型涡扇发动机 单台推力达到了2500公斤 此外还采用了4余度电船操纵系统 最大飞行营角高达35度 并且应对了时下比较流行的玻璃化座舱设计 机腹和翼下共有9个外挂点 可以带俄制和西方的武器或者副油箱 可以说是现今俄罗斯最为先进的教练机了 TOP1 T7A红鹰高级教练机 该款教练机是美国波音公司与瑞典的萨博公司合作研制 机体全长是14.15米 一展10米 极限航速为1.06马赫 最远航程为1839公里 T7A的外形有如缩小版的FA-18 因为它们都是采用大型前缘根部 延伸面与V型双锤尾设计 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在低速时提供灵巧的操控 也能有更好的高公角飞行能力 使它的飞行性能可以更接近现役的战机 它还搭配有嵌入式训练系统 远端连线 可以与最先进的地面培训演练器相结合 使完成T7A演训的飞行员能够轻松上手F22与F35等5代战机 另外T7A的单引擎推理 也比将要淘汰的T38C的双引擎推理大了足足三倍 而且T7A还采用了先进数字化的全玻璃驾驶舱 包括有一具大型抬头显示器和一具全数位触控大面积显示器等 这与F35座舱配置相当类似 那么大家认为这些教练机的性能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我们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